高雄市長陳其邁在10月3日進行議會施政報告 報告內容從產業轉型、科技園區聚落成型到就業機會的提升 交通建設的波化興建、到行人路權的改善 以及社宅興建、居住正義的推動 到失業率的降低、從環境、施政、社福和多元共融四大面向 成為天下永續幸福城市的六都排名冠軍 那我們從過去的縣市合併以來的六都第六名 那持續在2022年進步到第二名 那今年我們拼到了六都的第一名 那在六項的施政指標 包括環境、施政、社福、多元共融四個面向 都拿到六都的第一名 那我相信除了說未來在整個永續以及社會福利 對於弱勢市民的照顧 這個會是我們在未來一年我們施政的重點 另外對於社福教育體系以及地方生活需求的提升 陳其邁也在報告中指出 從完善公託到落實長照政策 還有詮釋百分之百的雙語教育普及率 加上持續推動的運動中心和特色公園 原鄉區的文化推廣和建設 以及開拓農漁民的國際競爭力 同樣都是近年高雄市府團隊用心規劃 滿足地方社區的民生需求 我們到東京的食品展 或者是我們在各式各樣的食品展 來爭取國際的訂單來打通我們的通路 也包括各地的包括加拿大 或者是新加坡等等各種不同的食品展 我們都會參與 陳其邁進一步提到 不只高雄演唱會經濟正在噴波發展 結合文化藝術和科技 更是在高雄進展為新科技產業生態系 而每一區的地方活動 也都結合當地特色 吃喝玩樂 遊遍山海河港外 城市的活力奔放 也吸引了更多國際賽事和展演 都陸續在高雄舉辦 那演唱會的部分 在今年的應該是11月 我們的Callplay也會再來試運組團 明年還有一些國際的天團也會來 大概都有跟我們來做一些預定 我們的場館是全台灣最適合的 我們的試運組場館4萬5千人 我們的巨彈1萬5千人 另外我們的高流大概是8000 6000左右的這個人 所以我們有不同的場館的需求 任何的演唱會在高雄我們都可以滿足 對於市民大眾的居家生活品質和安全 陳其邁則表示 登革熱疫情防止作業持續監控和加強外 也會在治安、稻安、瀟安上 繼續提升各級單位應有人量 另外改善豪大雨依淹水地區 防汛作業依舊不停歇 也投入了26億的治水經費 守護市民的家園 也讓高雄的海綿城市再進化 記者李佳龍高雄報導